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炸了之后又一脸都是油 还得见客 你说这可以怎么办 其实不用舍近球员 Gallery就有炸鸡叫做MOM'S CHICKEN 是吗 试一下哟 听起来好特别 是不同风味的吗 对 我们有各种不同风味 然后是韩式这种炸鸡 现场现做的 那太好了 可以让我的客人们尝尝不同的感觉 是韩式的炸鸡是吗 对 没错 应该去试一下 那好 克斯文现在就带我去吧 这个就先放着了 好 我们走吧 那边 精明购物达人 生活健康窍门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精明购物 我是主持人Vivi 我是Catherine 大家好 那刚才Catherine也跟我们介绍了 说在我们Gallery啊这里呢 其实是可以买到这个 现成的展机的 而且呢 还跟别的地方卖的是不一样的 而且非常快速的就已经把样品给我们摆在了桌上 这个是我们刚刚炸出来的 那么我们也叫呢 Mom's Chicken 妈咪炸鸡 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呢 因为它炸的鸡呢 我觉得小朋友都会很爱吃 也是很贴心 可能和妈妈在家里面做出来的炸鸡呢 应该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而不像呢 有的这个炸鸡店呢 它是流水片啊 然后从冷冻的炸鸡炸出来的 所以味道应该很风险 有妈妈的风味 然后也会显得更加的健康 然后吃起来就会有别样的情怀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我们许一下Mom's Chicken 那妈咪炸鸡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开放式厨房里面的一角 是我们做妈咪炸鸡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的鸡呢 是从新鲜的这个鸡 把它切件 斩件 而不是说冷冻的那种工业的这种 已经做好的冷冻的鸡块来着 是新鲜的一只鸡把它斩件 你可以点半只鸡或者点一只鸡 然后呢我们就会现场给你炸 炸出来之后呢 还会按照你点的风味 是辣还是不辣还是特辣 然后呢给你上面放上这种不同的酱料 那这么多选择那非常的适合我 像比如说家里的小朋友啊 或者老人家不太能吃辣的 就给他们点原味的 然后像我自己本身呢 就可以点一个特辣的 没错 你可以一半一半 但是我就有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order这个炸鸡呢 对炸鸡呢因为它虚实比较长 大概要半个小时 是 而且又是新鲜的 对 如果你能等待呢 你可以直接到我们Galaria那个 cafeteria的点餐部见 这个妈咪炸鸡 然后它会给你个pager 那我们以前呢在以前介绍过 就是拿一个pager 它会想的就是ready的 呃 妈咪炸鸡要等半个小时 嗯 如果你可以等的在这边逛逛街呀 买买菜呀 妈咪炸鸡就会好了 或者呢你也可以预定 我们有一个电话 那么就是我们客户服务部的电话 你可以提前一天两天都可以 那么打电话到客户服务部 来顶这个炸鸡 然后当天呢按照时间过来取就OK了 嗯 那我刚才也看到在我们这个炸鸡部门呢 有这个小小的宣传单章 是没错 那么这里面呢就告诉大家 这个单章上面有点就是我们怎么点 还有这个pager包括什么 是 嗯 付单 你是可以买半只鸡也可以 也可以买全只鸡 这样的话风险宜人对吧 不错 那半只鸡呢价格大概是11块钱 全只鸡呢大概是20块钱 对 整只鸡呢我们还会做一个pager 就是说附送给大家呢三罐可乐 嗯 还有呢我们的小菜 嗯 是一种这个腌萝卜 嗯 嗯 然后呢会有这些东西放在一个package里面 嗯 然后呢你来取的时候拿着这个package回家 非常方便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哈 像比如说吃这个炸鸡很容易口渴啊 那就给你配了可乐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炸鸡 比如说你感到有比较油腻的时候 配上这个清爽的这个韩式酸萝卜 然后你吃进去之后就更加的开胃 而且有轻轻淡淡的那个清香味 对没错 等一下你要试一下哦 嗯 没问题我要配着他们一起吃 对我们这边有两种 那种的就是原味的没有加辣的 嗯 这种呢是辣味的 这个辣味的调料呢我要特别跟你讲哦 因为是我们的就可以说是秘密配方来的 对对对 对所以不光是辣椒这么简单 等一下你尝一尝看看是不是很合你的口味 嗯 我刚才也听到就是我们这个制作部的这个呃一个帅哥说了啊 像我们这个炸鸡的外面裹的这层粉好像也跟外面的粉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我特别问他就是这层粉是在加拿大买得到呢还是从韩国进口的 他说呢是从韩国进口来的对对 所以我想的这层面粉的层面是专门为炸鸡所这个预留的 因为在韩国呢很多街头小食呢也是有炸鸡在里面 韩国人呢我想亚洲人都会吃炸鸡 嗯所以整个这个套餐配在一起呢就有一种充满了异国风情的感觉 在我们这个加拿大也能吃到这个充满韩国妈妈感觉的这个炸鸡 嗯那现在我们就尝一尝吧 先试一下原味好不好 好的 加一块 嗯 金黄金黄的看起来非常的棒 这是刚刚做出来的哦 是不是里面还热腾腾的 嗯 好香哦 这炸粉 应该是外面比较脆哦 对非常的脆 而且粉吃你不要看它原味了 它已经是 里面已经有淡淡的盐味 就是但是又保留了这个鸡的鸡肉的鲜味 嗯非常的好 嗯 我再尝尝 我再尝尝 你再来试一次这个辣味的 好的哇 这辣的就肯定是我的挚爱了 哈哈 对 哎 辣还有质还有最辣 还有加辣 嗯 如果你喜欢加辣的话呢 别忘了在点餐的时候要特别提一句 那我们的厨师呢 就会专门为你加辣 嗯 你说这个辣味啊 它不是普通的像外面的辣的炸鸡 它就是净辣的味道 它有一点甜甜的 有一点酸酸的 没错 嗯 这个酱汁感觉非常的特别 很多种口感混合在一起 这样的可能才会回味无穷 如果只是干辣的话 那你回家买原味蘸辣椒粉就OK了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个哈 非常的适合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吃 因为给大家一个惊喜 平常你吃惯了那几种品牌的炸鸡 可能忽然想换一个口味 这样的话你摆在他们面前 哇全桌人眼前一亮 对不对 试了这款了没有 试过了 非常的好吃 一口接一口的吃呢 嗯 对因为我知道辣味是你的最爱 对没错 这个辣味合不合适 不错不错 在上面还没有加辣的味道 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比较温和一点的辣味 但是它这个甜甜的味道 也非常的特别 诶 再给你试一个爽口萝卜 好的好的 看看这个萝卜是不是配炸鸡正好 嗯 这是不辣的萝卜 嗯 这样配起炸鸡来呢 我觉得可能很爽口 很清爽的感觉 如果在家里呢 腌制这个萝卜呢 也可以像我们制作这种 Kimchi这种方法来做 对 只不过是不放辣椒 我们以前也有教过大家 如何的制作这个Kimchi 对 那这个萝卜呢 也可以用一样的做法 那在家里做了之后 它既开胃又好吃 没错 配上我们的妈妈炸鸡 简直是一绝 嗯 今天要不要order一些 回去你这个汤里 绝对要 我打算买一整只回去 哇 嗯 那等一下我带你去凯西尔 你可以去order 行 没问题 那我们 其实今天的节目时间呢 也差不多了 所以可能要先跟观众朋友们说 拜拜 然后呢我要跟Catherine去 先买我今天需要的炸鸡了 那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如果观众朋友们 对Galleryia更多信息感兴趣 对我们的节目更感兴趣 那就要支持我们 继续收看我们的金明购物 谢谢Catherine 谢谢大家 对 拜拜 拜拜 拜拜